配合桃园儿童文学论坛 上周末在桃园卢竹南坎儿童艺术村 举办了户外草地绘本试集 邀请多家出版社与工作室道场摆摊 成练各式绘本 内容包罗万象 从国外得奖作品到发扬在地特色的都有 要帮助小小孩认识家乡 桃园篇的绘本 那它里面主要是以龙岡的清真室为背景 然后我们去介绍这边的外籍移工 还有新住民的这些文化这样子 然后让小黑皮进到这个清真室 然后去认识不同国家来的人们 就是大家都是离乡背景来工作 然后去认识多元的文化这样子 我们希望透过绘本这样子 就是亲子共读的机会 去让小朋友去跟人认识台湾 透过认识台湾走向世界这样子 现场也有专门出版国外得奖绘本的出版社 来到现场摆摊 题材从科学到人文都有 吸引不少家长与老师前来选书 出版社经理表示 好的绘本从图像到文字都可以启发人 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好的启蒙教材 好的绘本它可以牵动了孩子 他在很多的思绪 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变化 甚至色彩 甚至里面的浓淡 它都可以在当中它有很好的构思 带动了更好的文字 以我们公司的书来说 我们从孩子他在对图形的关怀 对很多很多东西都在绘本里面有产生 都会呈现 甚至或是我们还有双语的方式 让他在学习绘本的过程当中 对语文的种种 除了内容 也有人在书本设计上玩巧思 把经典的火车上推理事件变成立体书 从故事插画到结构设计 都有台湾作家一手包办 吸引许多人买来搜藏 出版立体书的工作室负责人表示 他们致力辅导在地创作者出书 认为不是只有小孩子可以读绘本 大人也可以读绘本 甚至获得更深的启发 然后主要是出版就是台湾原创的绘本 那以立体书啊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绘本 艺术性的绘本为主 那主题有包含 就是除了原创的故事之外呢 还有偏向比较是跟台湾土地有关的内容 我觉得绘本在台湾 就是可能还需要更多样性的 譬如说不论不一定是只有小朋友 他可能大人 或者是甚至不同年龄层 或是性别 不同性别也都有 可以不同的发展 近年来绘本在当今家长 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风气下 成为亲子共读的优先选物 也激发出更多优秀创作者与作品 因此出版社们也期盼 但透过世纪 能让更多人看见绘本的趣绘以及艺术性 记者对于婷 那边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